哈咯,如果你是被我的说图或者是标题不小心骗进来 或者是担心我的健康的人在这边跟大家报个平安 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我没有确诊,大家可以放心 那如果你对这个被一杯芋头牛奶吓到睡不着觉的故事有兴趣的话 欢迎留下来继续听下去 那我现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 COVID对在疫区但是没有感染或者是还没感染的人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这个芋头牛奶的故事 没有错,就是这一杯芋头牛奶一模一样同一间饮料店 还是没味道 上座一呢,我在上班的时候要做一个feature 那这个feature我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就有一些挫折,然后有很多bug要修 然后修就有点紧张 那那天我就做做做做了蛮久的,而且做到蛮晚的 一直都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 还好后来做出来了 去睡觉的时候其实就还是维持那有点紧绷的状态 然后呢就没有睡得很好 隔天起来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可能前一天的疲劳 还有前一天那个紧张的情绪累积下来 那天下午就开始觉得有点发冷 然后身体有点累这样子 那还有呢那天早上跟下午为了提升我都喝了咖啡 所以喝了其实有点过量的咖啡 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那个触发点呢就是这一杯奶茶 那这是学校办活动,然后我们有机会拿到奶茶 那我室友就帮我带了一杯回来 那我拿到的时候我就喝 那我发现 怎么没有芋头味 然后我再喝了一口 真的芋头味很不明显 我当下有一点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就饮料没有味道 但是呢我又看过那个YouTube其他的影片 有人就是去点了星巴克 然后发现 他喝星巴克没有味道了 然后他就确诊了 这个时候我心里也突然有一个声音说 是不是出事了 然后从那个点开始呢我就开始有点紧张 那不安感就开始累积 然后我就开始放大检视我每一个身体不舒服的部分 诶,很累,所以头又有点痛 诶,手脚冰冷是不是发冷了 然后喉咙好像有点痒痒的,有点不舒服 所以就开始进入一个很紧张焦虑的状态 一直在怀疑说 自己是不是得了COVID 我也上网查,哦到底有什么症状 那因为COVID的症状很多嘛 我就会特别放大去检视我的不舒服 然后对上这些症状 然后让我越来越紧张 我那天晚上就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下这样子煎熬 那后来就决定说 好,我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现在必须下一个决定 我就说好 那我就去TEST去检测 到底有没有肺炎 接下来我就决定去睡觉了 那天晚上呢 我也睡得很不好 我就躺在床上 因为那不是我的睡觉时间 我就提早了很早就开始躺在床上 所以我睡不着 然后开始想东想西 我就想说 哦,我到底是怎么确诊的 我到底是在哪里被感染的 我会不会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 不小心也传染给别人了 那如果我去上班怎么办 最紧张的也是让我想到说 啊,如果我真的确诊了 我要该怎么跟我的家人讲 会不会很严重 怎么的 就想很多 然后这个时候就心跳很快 让这个心理的感受也影响了生理感受 我身体的生理感受也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觉得啊,头很痛 手脚很冰冷 那天晚上也度过了非常煎熬 然后睡得也很不好 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认真感受了一下 其实感觉没有那么差 但是那些不适感其实都还是存在 我就继续带着这个 有点焦虑的心情去上班这样子 这边也顺便讲一下我用的是什么test 学校有一个Husky Coronavirus Test的一个program 因为我是会去学校工作的员工 所以可能这个会被列入优先test的人员 本来其实要去学校的 好像是图书馆还是哪里的一个店去test 但是我住在地方比较远 所以我就打电话去 然后说可不可以寄到家里 所以他们就说好 那可以寄那个test kit寄到家里 让我自己做test 然后就等他把test kit寄过来 然后周三那天呢 我就一个盲刺在背的状态过了一整天 周四的时候其实感受已经没有那么差了 但是那些不适感还是会被很大的放大 只要我一觉得喉咙有点痛 我就会开始紧张 整个还是不安的状态 那终于在下午的时候收到了这个test kit 把它拿进来之后就照上面的步骤 然后登记你自己的号码 然后register之后 就把那个棉花包拿出来放进鼻孔里面 然后左右都伸进去绕五下 这样子 然后最后放进那个包包里面 然后放在门口就会有人把它收走 那我就在周四的时候做完这个test 心情也没有到非常平静 但是就觉得好吧那就听天由命了 就只能这样子 最后到周五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那查一下 因为他说大概要两三天 但是我周五就等不及 我就查一下 所以我早上查了一次 没有结果 然后我想说算了 继续带着个不安感 然后做事情怎么样 下午的时候呢 我想我又那个分页就开着 我想说那再查一次 不管我再重刷一次 刷出来的时候 突然看到有结果了 紧张一下 认真一看 发现 哦 是阴性 negative 总算是把我心中的一块大石放下来 那没错 以上就是一个 被一杯 没有什么味道的芋头牛奶 突然吓到觉得自己是不是确诊了 然后睡不着觉 睡不好觉 吃不下饭 然后焦虑了好几天 最后虚极一场的小故事 等一下到底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 是美国的芋头牛奶没有味道呢 还是台湾的芋头味太香 还是这么香的芋头 都是香精做的 请再留言告诉我 那Covid实际上对我的影响呢 生理上是没有影响的 毕竟我没有生病 那我的亲朋好友也都在台湾 所以台湾很幸运 一切都非常好 也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生病 或者是确诊 不过心理的影响 还有这个隐形的不安感 其实是蛮影响 这个心理健康的 从一二月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切都不明了的感觉 接下来就开始quarantine了 就是从一个可以出门 可以正常生活突然转换 变成要灌在家里 那个心理压力 还有心态上的转换 接着这个quarantine就持续了很久 心理也要挑适 还有要怎么在 比较少社交的状态下 生活 那中间我回台湾的时候 其实 心里也是非常紧张的 我会觉得说 我会不会把病毒带回台湾 我会不会成为防疫破口 我会不会害了我的家人朋友 还有害了台湾的其他人 那这样的心理压力呢 就像我这个芋头牛的故事一样 其实多多少少会影响生理状态 就是心里一直紧张 一直不舒服 就会放大生理的状态 那没睡好没吃饱 又会让生理状态更不好 那就会进入一个死群 那让你抵抗力更差 那其实最终可能真的就确诊了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虚极一场的经历呢 我就知道说我必须得好好照顾自己 必须要吃饱睡好 盖好被子喝热水之类的 之前就说在美国 穷人没有生病的权利 那现在更是在疫情之下 任何生病其实都应该要尽量避免 好啦那这就是我作为在这个疫区居民的小小的分享 台湾整体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还能 国正常的生活就是希望能继续一直维持下去 也希望在美国的这个疫情 能在疫苗等等的 之后受到控制然后赶快结束 其他还在疫区里面待着 然后心里受到压力的人 我们就一起加油 希望我们可以撑过去 然后我们好好的过生活 好好照顾自己 让自己心理上跟生理上都可以度过这个疫情 那我们这支影片都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